我們原住民主公務人員主要是在檢驗委這塊跟警察人員 大家也不要太高興多數是非常基層的公務人員 考試委員Iwan Nawi摊開數據 分析現行原住民公務人員分布結構 過去七年來以檢驗委任人員居多且逐年增長 其次是警察人員 但是人數卻呈現遞檢情形 至於在法律專業度較高的法官跟檢察官人數 占比卻只有0.03% 多年來始終無法提高比例 我們整個原住民主公務人員的整個結構是非常失衡 而且都處在比較低階的一個狀況 如果發現這個問題而不去進一步研議的話 原住民主的人才 它還是會在整個國家人才裡面是非常邊緣 數字背後前場隱憂 特別是法官跟檢察官人數一直無法有效提升 對於國家擁有多元文化思考恐怕就難以從司法體系帶來幫助 我覺得第一個當然是先把法學的基礎先學好 就像我們一萬委員講的公務員要參與國家的決策 才能對於原住民未來做出有助於原住民的決定 希望可以增加我自己學士方面讓我的族人更有的幫助 二十七號台北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文教法律碩士專班 邀請到司法院秘書長周湛春跟考試委員伊萬娜威 分析原住民文官人才發展 並且討論未來是否結合教育及用人機關 及早培育原住民法律人才 翻轉原住民公務人員結構失衡問題 同時幫助原民人才進駐國家體制 為原住民族社會做出貢獻 原四新聞 臺北市採訪報導